那么还有十二因缘 因为这些分开讲要讲很长时间 那么师父就跟大家 把十二因缘当中的环节 有联系的十二个环节 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等以后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细细地分解 再来跟大家做更多的解释 首先是无明 大家知道无明 无明就是无知 不明白你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你才会闯祸 因为你不明白 你才会六道轮回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严重性你才会出事 第二是行 因为你无明之后你去行了 因为无明而产生的 善与不善的等等行为 大家想一想 善和不善 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的 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善事 实际上它不是一件善事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夫妻吵架 你说对方这么欺负你 你跟他离掉算了 你觉得你是帮了他了 实际上你是造了因果了 所以行就是无明而产生的 善与不善的行为 那么接下去就是事 意识的事 就是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 你的意识的形成 你心里的意识所为 大家不要以为一个婴儿 在母亲的怀里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他已经有感觉了 只要胚胎的形成 他的灵魂注入 他就会有感觉 他也会产生 喜怒哀乐 所以告诉大家 心里的意识行为 产生就是你的意识 那么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 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么你还在地府的时候 你这种感觉更强烈 那么第四是明色 明色 我现在讲十二因缘 第四是明色 就相当于你在投胎之前 投胎之后的精神 和物质方面的概念的形成 那么接下去呢 就是六路 六大家都知道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通过眼耳鼻舌生意 进入你的思维器官 那么你的感觉器官 听到的声音好听了 音乐了 人会兴奋了 吃到好吃的了 人特别开心了 那这个六路 进入你的内心世界的感官 感觉器官 那接下去呢 那接下去呢 就是处 接触 就相当于投胎之后 你接触到外界的一切事物 你想想看一个人 投胎之后 生出来之后 慢慢地会接触 人间所有的事情 那你会知道 这件事情好事 还是坏事 可以做不可以做 是靠你接触的 就像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跟人要靠接触 接触了 你觉得这个人好了 你可能就跟他很好 第七是瘦 人有一个感觉的器官 是瘦 瘦是什么呢 对苦乐的感受 这个人觉得有苦了 他才会感觉有快乐 有快乐过了 他有很多的苦的事情出现了 他就会觉得这是苦 这是瘦 那么还有就是第八是爱 那么人生啊 很多的哲学家 还有很多的文学家 在写小说的时候 他们经常讲一句话 这个世界是由爱组成的 所以人不能把爱 仅仅作为一种非常狭隘的 好像是男欢女爱啦 夫妻之爱啦 跟兄弟姐妹之爱啦 其实它是一种 我们说那是一种 可以变得很崇高 你要是把它拉得低 那么这个人间的十二因缘里面 那么这个爱实际上就是 爱欲和欲望 都有爱 我喜欢这样东西 我喜欢这个房子 和我喜欢这个人 都是属于爱的欲望 所以酒就是取 取就是夺得收取的意思 取嘛就是追求呀 我去取这个事情 取那个事情 那么人就是啊 我喜欢这样东西 我去追求这些名色 追求这些名色 这个名利呀 我喜欢这朵花啦 我喜欢这个会长啦 董事长啦 这些名和你拥有的一些感官 觉得非常好的东西 名色 那么刺激你的物欲 对物体的 对物品的一种欲望 所以这就是取 因为你会去得到它 那么实就是有 有是什么 我们现实当中生存的环境 就是有 你有吗 有啊 十一就是生 生就是什么 我们说来世再生 来世再生 生出来又灭度 灭度了又生 那么老死 人生最后 终有一天有终结的时候 这就是老死 这就是师父告诉大家的 要懂得十二因缘 就是从无名 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通过行事 明色 六路 接触的触 然后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形成十二个 因缘的环节 都是连续在一起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非常不明白到了这个时间了 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间之前 你就是无名无知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的无名 不知道 你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和恶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善的恶的嘛 无名产生善与不善的行为 然后再接下去呢 你开始有意识了 你开始准备投胎了 投胎之前 投胎之后 你知道了 哎呀 我怎么觉得很温暖呢 母亲 吃一块冰激凌 你在里边 冻得 像在冰山上一样 母亲喝一碗 煲汤 广东人喜欢喝煲汤 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 滚烫 因为有些人还喜欢喝 非常热的 那孩子就感觉到 这个投胎前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 慢慢形成了 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了 眼耳鼻舌生意六种感觉器官开始 接触所有社会的一切了 自己感觉了 冷啊 热啊 听到声音了 然后呢 舌头了 小孩子 肚子饿的时候 要吃奶瓶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哭得很厉害 这个牛奶还没弄好 这孩子就在哭 妈妈就拿个奶嘴啊 先塞在他嘴巴里 这孩子 这个舌头 一碰到 他就不哭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触 好了 触了 引起的 接触了之后 他就会感觉到 吃了东西之后 开心笑了 小孩子 然后呢 苦的时候 没吃肚子饿 他会有感受出来 那么感受之后 慢慢觉得 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 特别的开心 爱欲 欲望都开始出现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爱了 那种欲望都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追取一些民间和人间的一些名色和物欲 追取追取了 追取了之后呢 拥有了 就存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拥有它了 然后呢 再生出来 再生出来 其他的想法 我还要 我还要 然后呢 最后就是人生终有一天 老死 实际上这就是十二因缘的环节的一种轮回 所以佛经上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样流转世间 怎么样处理世间 无非就是由于业 我们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作孽很多 犯业很多 流转世界 你只要在今世没有好好的修 你下辈子六道轮回 还会再来 就叫流转与业 就是因为你造业了 你下辈子还会再来 业就是由于你烦恼和无名 你怎么会造孽的呢 因为你烦啊 因为你无名啊 不明白 你不明白就做了一件事情了 你伤害别人了 接下来给自己找了无尽的痛苦 那么你就无名烦恼生起 对不对啊 生起烦恼 那么然后就造孽 造了很多的业 那么这个造了很多业之后呢 你要还吗 那么这辈子还啊 还不完呢 那么下辈子再来投胎 继续还 所以这就叫 轮回 这个造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